三言两语说奥运,一个视频看全程 转眼间,巴黎奥运会就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今天的比赛盛况 诞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奖牌 赛会乒乓球首金诞生 王楚钦、孙颖莎毫无悬念夺取混双冠军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的金牌赛 在南巴黎竞技场落下帷幕 开赛前中国乒乓球名宿邓亚平受邀亮相 亲自拉开这场混双金牌战的序幕 本场比拼,王楚钦与孙颖莎代表中国组合 迎战本届奥运会最大黑马 由李正直和金琴英组成的朝鲜队 最终王孙两人凭借流畅的接抢和清晰的战术线路 顶住压力以4比2立刻朝鲜组合 问鼎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自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以来 乒乓球混合双打第二届亮相奥运 在2020东京奥运 混双项目是中国乒乓球队唯一冲金失败的项目 而本次的巴黎 王楚钦与孙颖莎替中国乒乓球队弥补了这一时隔多年的遗憾 美中不足的是 赛后还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闹剧 王楚钦的球拍被奥运赛场中的一位摄影师踩断了 有记者在现场看到 王楚钦为了举起国旗把球拍放在一边 没想到拿起来发现已经坏掉了 彻底不能用了 一般而言 对于乒乓球运动员而言 就算是有备用板 也不如主板好用啊 还需要磨合 对此 王楚钦也是非常无奈 他直言这种情况让自己有点失控 不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是发生了也没办法 这就是天意 用副板也可以打比赛 希望王楚钦不会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 在稍后的男单比赛中正常发挥 取得满意成绩 中国汉师女子重剑团体赛奖牌 中国香港基建队呈巴黎大皇宫最大赢家 在今日结束的女子重剑团体奖牌赛中 中国31比32西败波兰 最终排名第四 比赛前九局双方战成32比32平 加时赛波兰完成绝杀 一分显胜 本项目的金牌赛对阵双方是东道主法国队和意大利队 最终意大利队顶住压力 同样以一分的优势 在法国人的地盘夺走了一块宝贵的金牌 虽然本次女子重剑队遗憾与奖牌师之交臂 但中国香港基建队却成为了巴黎奥运基建项目当之无愧的赢家 让义勇军进行取两次响彻巴黎大皇宫 在7月27日的女子重剑比赛中 中国香港女子重剑选手江明慧在决赛中上演了惊人的逆转 从六分落后的局面奋力追赶 最终夺得金牌 这不仅是本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的第一枚金牌 也是中国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二枚由女运动员获得的奥运会奖牌 7月30日 未免冠军 香港男子花剑选手张家朗也靠着最后的逆转 战胜意大利人菲利波马基 为中国香港再添一金 同时她本人也奥运会历史上花剑个人得到两枚金牌的历史记录 美国竞技体操女团毫无悬念摘金 黑珍珠西蒙·拜尔斯回归力压全场 2024年巴黎奥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在贝尔西体育场落幕 美国队以一齐绝尘的171.296分摘下竞技体操女子团体项目的金牌 新蒙·拜尔斯第四轮在压轴顺位登场 在全场的雷动呼声中完成了美国队的最后一个项目 自由操并拿下了14.666的高分 帮助美国队把分差进一步扩大 用一块金牌的成绩实现了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第一个项目的完美付出 意大利队以165.494分的成绩摘银 这一成绩也创造了历史 同牌得主巴西队更是以164.497分 首次登上竞技体操女团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中国队应实力不足 最终以162.131的分数排名第六 回顾过去 中国体操女团在近三届奥运会上都无远奖牌榜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举夺魁后 仿佛彻底失去了领奖台的竞争力 用前中国体操奥运冠军李小双的话来说 中国体操队想要重回世界之巅 恐怕要彻底打碎 重组教练团队 制定全新训练方案了 巴黎卷王 男子多项飞碟 中国选手 奇赢夺赢 金银牌均破赛会记录 在今天的男子多项飞碟决赛中 世界记录保持者英国选手哈尔斯 以50发48中的成绩获得金牌 中国选手齐盈以44中获得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中获得的第一块奖牌 值得庆财 第三名得主是来自威地马拉的吉安皮埃尔部落卡德纳斯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的冠亚军都打破此前43中的奥运会记录 这届巴黎奥运的男子多项飞碟赛场可以说是史上最卷了 除此之外 射击场还诞生了另外一组奖牌 在混合团体十米棄手枪决赛中 土耳其组合和塞尔维亚组合战至最后一轮才决出胜负 塞尔维亚组合在最后一轮打出20点一环 土耳其组合打出19点三环 最终塞尔维亚组合16比14击败土耳其组合夺冠 该项目的铜牌被印度组合获得 他们在铜牌争夺战中16比10击败韩国组合 泳池诞生三金 未免破纪录成关键词 巴黎奥运水上运动中心在第四个比赛日完成了三场巅峰对决 其中最让人过瘾的莫过于女子100米洋勇比赛 澳大利亚名将上届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凯利麦基翁 以57秒33的成绩 打破了他在东京创造的奥运记录 实现项目未免 美国包揽银铜牌 利根史密斯以57秒66夺银 他的队友凯撒林伯科夫夺铜 而在稍后举办的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再出新的奥运记录 爱尔兰选手微分取得7分38秒19的成绩 打破赛会记录夺得金牌 美国选手分客拿到银牌 意大利名将帕特里内里获得第三名 在最后开赛的男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也是十分激烈 最后10米才奋出胜负 最终英国队不足1秒的领先优势 获得冠军完成未免 而手握世界记录和奥运赛会记录的美国队 获得银牌 澳大利亚争得第三 中国队实力稍写不足 夺得第四 女子7人橄榄球落幕 新西兰夺冠 加拿大第二 美国铜牌 中国队表现不凡 巴黎奥运会女子7人制橄榄球 在今日结束了全部赛程 最终新西兰队以19比12战胜了加拿大队 夺得冠军 而在铜牌争夺赛中 美国立刻澳大利亚拿下铜牌 这也是美国橄榄球队 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女子橄榄球奖牌 除此之外 中国队在五六名争夺战中 以7比21不敌东道主法国队 最终排名第六 但这依旧是中国女子橄榄球队 在奥运会上创造的历史最佳战绩未来可期 柔道两金落入日本与斯洛文尼亚口袋 第四比赛日柔道项目产生了两块金牌 其中柔道男子81公斤级金牌归属日本选手勇赖贵贵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 勇赖贵贵在柔道男子81公斤级比赛中表现卓越 夺得金牌 而在巴黎奥运会 这位选手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冠军头衔 第二块金牌诞生于女子63公斤级柔道比赛 最终第一名被斯洛文尼亚选手莱斯基拿下 法国最不缺的浪漫时刻在奥运赛场显得更加温情 最后咱们再来看几个发生在巴黎奥运第四比赛日的温情瞬间 在奥运会期间 赛场上不仅有激烈的竞技 还有动人的爱情故事 西班牙柔道选手劳拉马丁内斯尽管错失铜牌 但他却收获了一枚求婚戒指 迎来了人生的美好时刻 与此同时 意大利选手弗雷德里科尼洛马尔迪尼在获得银牌后 向女友求婚 为这场奥运之旅增添了浪漫色彩 除了求婚还有致谢 在昨天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歪勇比赛之后 金牌得主塔恰纳史密斯展示了她泳衣上的名字 这些名字属于那些在她游泳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们 他们是她赢得这枚挂在右肩上的金牌的动力来源 这些发生在赛场之外的感人瞬间 给本市冷酷的竞技体育添加了不少人情味 或许这才是奥运会最具意义的一面吧